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目前只知道說 他本來只有知道說21號要去嘉義有個校友會 因為可能是校友會 所以他就自己一個人出去這樣子 在那邊就做冰糖 上面還沒放 前天他有在外面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大吼大叫 沒有喝酒 他本身因為林長在講他有嗑藥的習慣 他曾經拿到要砍他哥哥都不理他 有精神疾病嗎? 沒有沒有 當時瞬間抱起來的話就在騎鵝啊 在騎鵝 他這趟的氛圍 對對對 整個紅紅紅一直紅啊 沒有原本瓦斯總就有擺在外面 你是躲在哪裡嗎? 他的對面 是不是整周都破了破了破了啊? 全部破了破了啊 包括二樓 是在什麼時候接到消息? 我是在半夜兩點多那邊接到排除所的同事才曉得的 然後就連夜從中部趕回來嗎? 對 他平常就是睡在二樓嗎? 對 所以他身上有什麼不方便嗎? 沒有他其實蠻健康的 他走動之類的都可以這樣子 你聽過他抱怨離職嗎? 倒是沒有咧 你自己有沒有遇過八號經理這個離職? 可能就見過幾次面而已 只是打個招呼點個頭 我也沒有跟他聊過天這樣子 媽媽目前有知道嗎? 欸有有通知媽媽那邊的 那是誰呢? 應該因為他比我堅強多了吧 那是在網紅時期嗎? 對 是綠心嗎? 我大概目前只知道說 他本來只有知道說 他21號要去那個嘉義有個校友會 因為可能是校友會 所以他就自己一個人出去這樣子 有沒有說他平常就是 讓你們有沒有比較困擾 沒有沒有 他們跟我們都很好 他有東西都來混給我們吃 都拿來我們這邊給我們吃 聽說他喝酒之後就會大吼大叫 不會不會 他就是有時候申請不好的時候 這幾天有叫 他就說他小時候有被格格還是什麼欺負 花歲而已啦 我們也不知道他會這樣 平常就是會不會喝酒比較容易 不會啦 他喝酒他也不會 不會跟我們林奇景一樣 不會 那晚我會不會嗎? 我會幫你 覺得有點遺言 我們會不會浪費 撥嗎? 下次再見